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列席的江董事長賴主委 還有我們蕭副署長 麻煩我請蕭副署長跟那個中藥委員會 那個黃年黃黃主委好不好 請蕭副署長跟中藥委員會主委 我想延續黃書英委員 本席也是關切這個話題 請問目前沒有建立這個醫藥協定 我們整個中藥的在整個台灣的市面當中 是不是一樣非常普及非常普遍 大陸的中藥財 沒有錯 沒有錯 因為百分之六十的民眾 所以現在這個協定之后 至少是一個有效的管理 或者是檢驗 或者管制 或者合理的一個監測的一個開始 對 尤其是對於境外的部分加強 進一步加強 對 那現在本席的第一個疑問點就是說 我們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 因為大陸的標準可能沒有我們台灣標準來嚴格 尤其 發函裡面所寫的說農藥殘餘啦 二氧化硫啦 甚至所含汪的問題啦等等啦 中金屬的問題 那請問會不會網開一面降低整個我們中華民國的檢驗標準 我想跟吳委員報告 我們是要把我們的標準 送給對方 請對方按照我們的標準來檢驗 然後你們有沒有去統計過目前在國內的中藥商在進口大陸藥材的中藥商 你們有沒有跟他做這樣的把這個標準告訴他們 有沒有 我們這個標準都是公告的 我們目前已經有一百項 將近一百項的藥材 這個標準都是公告 所以 所以本席從這一點要要求我們衛生署我們自己的標準絕對不能降低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從這個協定開始了以後 以後會牽涉到國家賠償 或向對岸索賠的問題 像三路親安那種問題 以後可能就涉及到賠償的問題 請問這個賠償的機制有沒有在這個協定當中有雙方的默契 或是一個開始 這個裡面還是有一個協處的機制 對 協處的機制 對對對 所以我才從這裡開頭問您 就是說你這裡協處的機制意味著這裡有一個空間 因為以後我們訂了這個協定之後 我如果吃了大陸進口的中藥 我本身造成我生命的這個影響的話 我不僅可以向國家請求國家賠償 我可以要求國家向中國大陸賠償 這樣應該合理吧 可不可以 這個就是雙方 因為雙方都是業者 那透過這個協處的機制 但是你要告訴人民這個機制是怎麼建立 你現在不能說那是雙方業者本身 我如果是一個消費者受害者的話 我是因為你衛生署核准這個大陸中藥來台灣 我吃了之後服了之後吃幾天了 我結果中風 我結果麻痺 我結果怎麼樣 昏迷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 國家要負國家賠償責任 然後我覺得中國大陸也有賠償的責任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對消費者的機制這個比較複雜啦 是啊 要去確認嘛 那就對了 我現在問你說衛生署你除了會跟大陸簽以外 你除了內部的管理機制以外 你對消費者的這一塊有沒有一個凡事起頭難的一個啟動有沒有 有沒有 消費者的部分有消費者保護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當然衛生署跟譬如說相關的這個 衛生署會來處理這樣的一個消費者保護 對 所以本期建議你趕快在這個地方補強 因為我這樣初步聽起來你們在這個地方還有很大的發展的空間 好不好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想請教緊急救治 那個 呃 那個 黃林黃主委請你回答 請問緊急救治 是不是簽署了之後 會超越目前的後送的機制 而且會超越了原來透過兩岸紅石之會這種緊急後送機制 也就是說本期要問就是說緊急救治的這個協定簽的時候 會不會比原來的緊急的醫藥的救治來的更快 更容易 更方便 或更便宜 就是能不能達到快 易變 更方便更便宜 對 這一點可不可以確認 對 呃這一點呢 呃我想跟這個 呃海基會或紅石之會這個不衝突 這是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是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我們是醫療的專業 對 那麼發生意外的時候 透過這個平台 就是讓民眾在這個意外的現場 能夠快速的經過這樣的安排 能夠快速的就醫 所以就是對民眾來說是更快 更快就醫 那麼對家屬來說 因為你要在大陸發生意外 那家屬很著急 他想要知道說他到底人在哪裡 所以這個資訊呢 大部分是從第一線醫療機構來是 是最準確最快的 所以對家屬來講也是更快 更快可以知道說 欸那他的親人受傷了他現在在哪個醫院 他是不是已經在就醫了 那就是說副長你現在所琢磨的重點是在大陸內部我們的民眾發生了緊急的整個狀況的時候 這個資訊會更快 那本席現在關切就是說 我如果是像當年那樣 林志玲小姐在大連發生了起碼受傷 他如果要緊急後送回台灣的話 我的問題就是說以後是不是可以不透過紅十字會的緊急機制或海濟會的協助 他可以直接透過 因為你這個醫藥的協定 一簽署之後 他有自動一個機制會更快更容易更方便 我們是希望朝這個方向來做 也就是說呢 未來譬如說我們的醫院也可以跟這些後送的這些譬如說航空的公司呢 來進一步做一些協議可以合作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有更多的選擇 那也更快更別 本席的意見就是說 既然你簽署這個醫藥的這個協定之後呢 我覺得要回歸到你們這方面的專業 以後就是不必透過紅十字會那個系統 或者透過海濟會的額外的服務的系統 應該盡量回歸到這樣的系統 那這樣所簽訂的協定才有意義啊 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它是專業上的需求 對啊 這個是專業上的需求 你醫藥一起簽訂的話 以後緊急回來後送到台灣回來台灣的醫療機構的就診 或手術或緊急開刀等等 是不是應該透過這個協定為主呢 對我們希望更多元 那麼更方便更快速更便 不是啊 你這樣講本席不接受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這個簽了這個之後 也就是說只多一個途徑嘛 你可能以後還是要依賴海濟會的系統 你還是要依賴紅十字會的系統 是不是這樣 我想看這個運作的狀況 既然是更快更好 那麼可能慢慢慢慢大家就 本席是希望衛生署 能夠撐起這個半面天了 因為兩岸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 因為江董事長很辛苦在簽江城會了 陸委會承受很大壓力 可是每一個東西簽下來之後 我覺得就要建立台灣一個專業的處理的系統 不要到今天還是要大雜營 還是大鍋飯 還是大鍋飯 還是環景 紅十字會也可以 海濟會也可以 或衛生署也可以 本席的觀點不是這樣 對不對 對 朝這個方向來 不僅要朝這個方向 我覺得 我覺得 包括我所質詢的重要的問題的管理 跟整個緊急 就是緊急後送的系統 我希望能夠在民國 民國一百年明年的時候 能夠看到一些特殊的個案 看到衛生署真正發揮了簽訂這個醫藥安全協定之後 所發揮的一個獨立的 專業的 迅速的 快速的 有效率的功能 好不好 好 謝謝請你回座 那麻煩我是不是請那個賴主委 謝謝 請賴主委 衛委員好 本席是認為就是說 我們 ECFA簽署之後 金和會的性質 一直被在野黨故意的在扭曲 包含 您剛剛也在回答 剛剛江董事長很清楚在呈現那個概念 但是我想本席再一次的確認就是說 兩岸成立金和會 它是不是一個行政機構 不是 它不是一個行政機構 它有沒有 它有沒有獨立的預算 沒有 它有沒有獨立的行政裁量權 沒有 它是不是還是維持像江城會這樣的話 只是平常的兩個對口的單位 是針對 ECFA所簽署的內容 做一些平常性的 經常性的 技術性的 資訊性的交流 或者協商 是不是這樣 基本上是這樣 基本上是這樣 在兩岸的架構下的一個 兩岸兩會的架構下的一個 針對ECFA 第十條十一條所規範的那些要去做的 的一個溝通跟協商平台 平台 那以我們國家來講 我們參加兩岸金和會的成員 是獨立專業的任用 還是由我們目前各部會的人員來接任 由各部會的主管 部門的官員 所以兩岸金和會成立之後 我們不會另外增加人力 不會 也不會增加預算 不會 對 那因此對整個行政的項目當中 如果涉及到政府法令的部分 還是要回過頭來回到中央政府 回到台灣自主的 主權的獨立立場 沒錯 沒有錯吧 就是依照整個行政程序 一定要完成內部的這個作業 同時也要送立法院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個只要是協商要簽署的 都一定要送 簽署完後都要送立法院來 來處理 主委 那本席建議 就好像剛剛放在桌上的 兩岸醫藥衛生協定一樣 那麼清楚的一個論述 我覺得陸委會 要針對兩岸金和會這個事情 要講得更清楚 否則現在呢 民粹的 扭曲了 藍綠尤其是對立的情況之下 中南部來這樣的話 你知道南部現在怎麼講吧 執法簽署完後 共和我們先生一個特定的機構 這個機構叫做經濟合作委員會 他們來決定我們台灣怎樣 他們來決定我們台灣怎樣 這是第二電台裡面播映的內容 對啊 這個都是太民粹太民粹 沒有錯 因為完全事實不是這樣 對 所以主委 不怕喔 像金和會這種 這個協商平台的機制 根本是所有FTA 國際FTA 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因為台灣的民眾 一般來講 對我們國際事務比較不熟 但是現在在兩岸的事務當中 台灣人民又比較敏感 所以對不熟的國際事務 它沒有辦法平移來類推過來 所以你只會產生一種時空的扭曲 所以我覺得陸委會在這個部分的論述 尤其是陸委會的網站裡面 應該特避一個專區 把金和會的性質把它說清楚 講明白 是其實我們是從6月29號之後 就好幾度喔 網路上網站上都有 不過我們還是會再加強 因為最近這一波又開始蔓延了 是 然後在今天江董事長的報告當中 本席看到自由行三個字喔 本席是非常肯定啦 但是在這個部分當中 本席要再一次的釐清 現在自由行的障礙是在台灣還是在大陸 大陸 在大陸嘛 不是我們 我們現在完全是開放的 我們從今年年初 我們一直非常積極在追 沒有錯 可是有一些媒體 或者是一些人士 就是反正所有的事情不對的 都是陸委會不對喔 這個真的是 我們背受太多不白之冤 所以主委 明年上半年 可不可以在明年的農曆年之後 三月春暖花開的時候 我們能夠啟動自由行的實施 可不可以做到 嗯 這個還要 我們還要積極去 我請問主委 這個需不需要再一次的江神會協定 需不需要 是不需要 這個是我們已經有協定 對 就是有陸克蘭台觀光 那個是我們 我們將來要補充的相關的這些 就是用 現在協議是由 我們雙方的主管機關嘛 我們民航局跟對方的這個相關的部門 在談喔 然後到一定的程度的話 也會有兩會去換文或什麼 這些方式都可以有 現在就是說 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現在也沒有辦法 那麼有把握說一定春節 現在 現在的障礙 你認為 如果是在對岸的話 可能是中國大陸 他們對他們的自由行的民眾 信心不夠 還是在整個技術性的討論當中 到底要繳多少錢 要不要保證今天問題 很多技術性的 配套記錄性的問題 大陸事實上 他們只有到港澳地區可以自由行 其他地方他們都是團進團出耶 沒有錯 全世界各地都 沒有錯 那現在我們這個地方自由行的話 他當然基本上比照港澳地區嘛 我們 對不對 也不一定完全比照 不見得完全比照 不見得 就是說 我們就是希望說趕快先從試點 先開始 那請問我們要不要求保證金 我們要不要求 現在正在 我們 從我方的立場來講的話 我方的政策 從我們的政策 正在談 我們正在談 我方的政策要不要保證金 我請問 現在正在談 那個民航交通部 這樣跟對方 這樣跟對岸還在恰傷中 對 這個如果要保證金 如果是我方要保證金的話 你要有個說法出來 要個很清楚的說法出來 否則人家會覺得說 變得阻擾都是我們在阻擾 所以我覺得自由行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開啟得很好 而且總統也一再地表達 吳院長也一再地表達 這樣董事長在剛剛報告當中 很清楚地寫出來 我們樂見其成 我們全力推動 我們完全支持 對不對 我們非常積極在推 而且我認為是真正只有自由行 才能夠讓兩岸民眾之間 真正的隔閡能夠下降 或者是降低南部的民眾 對所謂大陸的一個敵意 我覺得自由行 我們對他期許是非常之高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團進團出已經帶來了非常多的 讓大陸的民眾了解台灣的多元自由跟民主 效果就已經不錯了 更好的突破了 對 好 謝謝主委 謝謝